我觉得有几个领域的合作空间 一个就是有些中东国家 他们很有钱的 他们其实拿着钱到处 在找投资的标的嘛 那么也经常跟中国 和亚洲的其他地区 有这方面的合作 那么怎么引导他们更多的 去把资金投向绿色敌碳的 这些资产 包括咱们中国的一些绿色敌碳资产 以及绿色科技的项目 这个是很重要的 也是可以双赢的一个合作的机遇 第二个就是中国提供的 像新能源设备 电动车 电池等等 这些绿色产品 成本是很低的 质量是很高的 那么在中东 其他阿拉伯国家地区 他要搞绿色建设 不光是绿色交通 也可能是绿色建筑 也可能是其他的基础设施 港口等等 都可以用到中国的这些设备 和相关的这个技术